江泰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则家喻户晓的传奇典故,在包括风神演义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中,凡是涉及江子牙归舟的场景,都无一例外地会呈现江泰公直钩钓鱼玉文王之事。 虽然江子牙投靠机舱的过程在历史上说法不一,但垂钓说无疑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是因为这则典故出自司马迁的史迹。 吕上盖成穷困,年老矣,矣钓鱼兼周西伯,西伯将出列,补之,曰,所获非龙非利,非虎非皮,所获霸王之府。 于是周西伯列,果于太公于魏之阳,鱼与大跃。 吕上、江上、太公旺,指的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江子牙,吕是是,江是姓,太公旺则是尊称。 史迹关于江子牙归州的这段记载,体现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江子牙穷困潦倒,不得不再为之阳垂钓等待周文王上门求贤。 第二层含义是江子牙归州是天意,既印证了周文王的行前占卜,又反衬了文王的礼贤下事,抛开其中掺杂的天命论因素。 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江子牙只是在河边钓了个鱼,为什么周文王遇到他就当场断定这个人就是霸王之府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江子牙的出现,印证了周文王的占卜吗? 没这么简单,不同于后世的自上而下的大一统,商朝的统治模式为内服加外服制,内服指的是商王直辖的王姬,而外服则是众多实力各异的邦国。 这些邦国以称臣纳贡的方式,成为殷商王朝的组成部分,所以,真正维系这种政治结构的是殷商强大的实力。 而非法理,这也是商朝历代国君总是在征伐其他方国的原因所在,毕竟,商朝的中央国地位也是从下朝手中取得的,在此之前,商族也只是下朝治下的邦国。 同样,周人与商而言,也同样有着从邦国跃升为中央国的梦想,周国也从来没有想过安分地做殷商蜀国。 世经中曾提到周太王居其之羊,实施减商,也就是说,早在周国的奠基人公胆负在位时,周人就已经有了灭商的打算。 此后,纪律在位,周人试探性地攻打位于禁忌一带的燕金之戎,余无之戎,结果引发商王文丁不满,纪律被处死。 纪律死后,继位的周文王姬昌居然直接向商朝发起了挑衅古本著书纪念,第一处阴,二年,周人伐商,战争结果是周军大败。 周王继位后,又将周文王囚禁在了有礼长达七年,可见,商周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 周文王所需的霸王之府,显然是能帮助他灭掉商朝的重要辅助力量,在仍然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商周时期。 这个辅助力量必然是某个族群或邦国,而非某个个体。 但周文王遇到垂掉老翁江子牙时,不仅喜出望外,而且还在与俱规,立为师。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礼贤下世的事情,只有在春秋以后才会发生。 而在此之前的中国,宗法制度极为森严。 非贵族甚至连上战场的资格都没有,又遑论一个七十岁的老翁骤然成为国君之师呢。 而江子牙的种种表现,也与他旗之竹夫,昭歌之废徒,子梁之竹臣身份极为不符。 首先,江子牙接受过比较严格和比较正规的教育。 史书说他多兵谋与奇迹,并有兵书传世,这绝非一般平民所能具备的。 其次,在文王被囚禁有礼时,西州的散一声,红妖素质而履上。 如果江子牙当时只是昭歌一个屠牛卖江之徒,这两位西州重臣又怎会知道太公明号跑去囚禁问策呢? 第三,木野之战时,江子牙是周联军的主要指挥者,不仅能够左仗黄月,又把白毛,而且还能倾城战车主力充斥地宙师,这也绝非一个普通的锤钓老翁所具备的能力。 清华国学院金史学家杨云如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调图是战国时的说法,权本于战国的背影,太公的出身绝不如史记所说。 事实上,殷梢时期的中央政权组成,除了王氏成员外如彼干氏昼王的叔父,威子启示昼王的叔兄,诸侯邦国的君长也往往在中央王朝任职如大臣非联就是吟姓诸侯国的君主,而从太公国文,常世昼,昼无道,去之这段记载来看,曾在殷梢任职的江子牙,其背后必然代表着某个地方邦国的政治力量,绝非截然一身的单纯智者。 果不其然,陕西考古工作者在祁山孔头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意外发现了一处与周公庙遗址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高级贵族彩艺家族牧群。 今与周公庙遗址对比可知,该处牧葬无训人训声说明并非殷商贵族,目像为东西像表明并非畸形周人。 根据钻探范围估计,整个墓地约有墓葬900座,10号墓及附近先后出土的青铜爬龙和施。 于敏,中,明文刻有大公,雍公自养,大公即太公,雍公则是江太公次子。 考古发现证实,此已指为江太公家族墓。 一末商出,江子牙位列周国重臣,滅商后,又受封齐国国君按周朝制度,江子牙虚领齐国国君,石油长子就封齐君,次子赔赴留守,在周朝大本营有与周公同等地位的墓葬群,并不算什么稀奇事。 但经考古判定,孔头沟以纸商时期聚落的第一段始建于殷商晚期,而江子牙和次子却都活到了周成王年间。 这也就意味着,江子牙归周时,其家族已经在齐山一带聚居并有庞大墓葬群。 机缘巧合的是,宁静的福封一带刚好也是传说中的太公望故里,即炎帝不足后裔的古旅国。 综上可知,江子牙不仅有着贵族出身,而且其背后所代表的是江姓,屡是不足政治势力。 所谓的太公垂调,文王访贤,不过是畸信,江姓不足联盟的美好话表达罢了。 事实上,江子牙之所以有着齐之竹夫,昭歌之废徒,子粮之竹臣,极尽之仇不庸等不同职业经历, 以及众说纷纭的故里之变东海上人,极县,祸县。 其背后的隐喻,恰恰是江子牙频繁往返于各地串联诸侯,搜集殷商军事情报的活动轨迹, 也是古旅国在数次迁徙中形成的众多因清方国队反商联盟的支持。 对此,鬼谷子和孙子兵法就看得非常明白,说旅上三入殷朝,三就文王, 然后何于文王,周之心也,旅牙在殷。 周文王看重的,正是江子牙对殷商军情的熟知以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 对东方诸侯的巨大影响力,而这也是小邦周能最终战胜大义商的关键所在。 虽然史书没有明说江子牙的出身背景, 但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推测江子牙是贵族出身。 如同西汉三节之一的韩信,早年的江子牙吃过不少苦, 虽胸怀大志,却屡屡碰壁,精灵启是池中物,一欲风云变化龙。 周文王像是伯乐,发掘出江子牙这匹千里马,并对其为以重任。 引用指环王的一句话,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 太久远了,真相已完全不可考。 江子牙与周公鸡蛋一起设计了分封制和与其相结合的宗法制, 治理作乐,定下了吉、凶、加和宾,均无理体系。 与个人履历相比,这才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